嗨大家好,我是日本银河系的下集,2022年11月9日,文贵先生直播摘要 一,包同老先生嫁鹤西去,住院早日进入天国,永远远离邪恶的共产党 包老因为支持爆料革命,曾受到共产党极大的威胁,包老的夫人也在前一段时间离去 二,FTX不仅是跌了95%,法律问题,债务问题,未来面临法律诉讼费用,甚至超过资深价值,已经是垃圾了 未来9000家数字货币,大多数都会没有 三,习近平初访沙特,带的都是核心人员,沙特取一国之力准备,这件事是沙特的一场豪赌 四,过去美国帮沙特的国防,不超过800天时间,一大半已经换成了共产党的军事系统 仅仅导弹就是过去20年的总和,沙特拥有来自中共世界上最危险的导弹系统 拥有大量的无人机,水下无人潜艇和自杀式的水下无人船 五,与中共合作的沙特新的数字化金融系统,沙特这个国家未来会基本消失 六,美国中期选举,会众议院共和党大营,参议院民主党营 世界的金融危机已经形成,美国一定加息 控制通胀,没有选择的接受大衰退,共和党不会支持俄乌战争 这种大局后,共产党会试探超限疲劳战,为台湾执行内乱的剧本一定会打台湾 七,普京身体已经撑不住了,会答应当前的条件 普京只能放核武器或者宣布彻底失败 但得知美国中期选举后不再支持乌克兰 普京还是想要克里米亚以及泽连斯基不再追究自己的责任 英国已经削减了乌克兰难民,先进武器支持也停了 八,中共对新疆人西藏蒙古平均4.5针疫苗 中共要净化新疆,改造新疆人,主要是不让生育 九,二十大前,中共国千万级企业家出去200多人 主要去了日本、新加坡和加拿大 加拿大主要是在温哥华 千万级以下企业家近10万人,影响了40万家企业 正在大量转移资产,这就是经税四期的原因 十,中共国现在意识形态统一,财富统一 行动统一,生死统一,疫苗,病毒,隔离,收尸机 杀人的手段已经完备,只差树立一个杀人的动机了 十一,文贵先生给香港人的警示 跑到香港的中共家族,香港的富豪 包括林郑月娥等即将经历的 一,失去财富自由 二,失去润出去的机会 三,让你和共产党更加深刻的作恶 害人,不杀人就被杀 四,全部收割,变成大湾区无声的一部分 十二,中共的高官包括中纪委的权力 对共产党的邪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信共产党走进火葬场 共产党高官被抓前 情商智商基本上是零 但凡有识,真假,变,善恶 就不会相信共产党 孟会清被王岐山安抚后被抓 搜出了刘志华案件的U盘 十三,中共国现在在双规 通知你核糖核酸的时候就结束了 双规变得非常简单 红马绿马就做到了 中共就是个恐怖的杀人机器 多么邪恶的事情都会发生 还出不来的就只能等待了 十四,跑出来的企业家活下去 不要失去人格 保存实力 中共违背人类发展的方向 大势不可逆 中共进入塔西图陷阱 注定灭亡 共产党灭亡后 撑过这几年会比现在拥有的多得多 新中国联邦会带领中国人 走向新的未来 十五,习近平为了防止 自己走向灭亡的三部曲 消灭一己 控制权力和财富 杀人的权力 以上就是大直播摘要 谢谢,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